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段 Because of the worldwide cell phone burn,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otton is unavoidable 一开始我们这边要稍微注意到就是这个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用法了 那个就是because of的用法 那because of我们知道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所谓的由于或者是因为的意思 那相对于because of的呢 其实我们还有几个可以替换的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同学做个补充 一个是due to,另外一个是awain to 那注意哦,这个要把它当成介细词来使用 好,所以它说由于the worldwide cell phone burn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它后面接的这个虽然说字很多 但是呢它是一个名词片语 为什么,因为because of 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介细词片语来看 后面要接名词 那这个worldwide就是全世界全球的手机的boom 好,这个boom这个字呢 指的是那个全那个突然间数目的数量了变多 突然间暴增的我们英文的就念成boom 所以呢比较有名的一个字 那可能比较有曾经听过叫做babyboom 好,babyboom呢 指的是婴儿潮 婴儿潮,例如说呢 那我们知道呢,那个战争过后啦,世界和平啦 好,那大家呢就生产报国,对不对 就产生一个babyboom 那这个phone,cell phone boom 指的就是所谓的手机潮 然后那个手机的需求量呢 突然间增加了 对于智慧型手机的需求量突然间暴增 好,接下来它说呢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otton is unavoidable 好,那increasing这个字 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呢 就是增加的意思 好,就是呢,数量越来越多的increasing 那increasing呢 我们知道这个字从increase来的 好,我们可以等于growing这个字 好,就是增加的 好,增加的就是increasing或者是growing 所以呢,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otton 好,那这边呢 有一个片语这个名词呢 我们要做demand for 后面接一个名词 中文表示对什么东西的需求 好,这个时候的demand呢 我们当作名词来使用 要搭配的介细词 我们要搭配for这个介细词 好,所以呢 这个逐渐增加的需求 对什么东西的需求呢 对cotton这种物质的需求呢 is unavoidable 那 unavoidable这个字 我们知道呢 它前面有个un 就知道呢 它是一个否定的字 对不对 avoidable 原本的意思是可避免的 那再加上一个un之后呢 我们知道意思呢 就变成相反了 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不可避免的 那再不可避免的 英文呢 有一个字呢 这个字呢 同学呢 也可以顺便记一下 那个字就是 inavitable 不可避免的 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手机呢 真的给我们 现代人呢 带来很大的便利 大概呢 现在呢 有的人呢 手里面还不止一只 超过一只的 两只三只的都有 所以呢 这种需求呢 这种真需求的增加呢 看样子是不可避免的 is unavoidable 或者是is inevitable 好 接下来我们呢 继续往下看 however what about the future of these endangered guerrillas however 然而 虽然说呢 我们人类 有人类的需求 那然而 what about 那关于什么东西 该怎么办呢 这也是我们常用到的 一个方法 一个句型 对不对 那对于什么什么东西 该怎么办呢 what about 好 关于某一个东西 那该怎么办呢 what about 这是常用的一个句型 同学呢 要熟悉这样子的句型 所以关于这个 the future 什么的未来呢 of these endangered guerrillas 关于这些呢 瀕临绝肿的大猩猩的未来 那该怎么办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句子里面 并没有动词 对不对 所以呢 同学可以把它当成 是一个特殊的句型 来看 好 那怎么办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Santa Barbara Zoo 这个Santa Barbara 这在美国的一家动物园 这也是蛮有名的 一家动物园 Santa Barbara 好 这家动物园呢 还有 and 87 other zoos 好 就是呢 还有另外87所动物园 这些动物园 都在什么地方呢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好 这边呢 就有一个片语了 对不对 这个片语呢 是一个地方片语 用来说明前面的这些动物园 是位在于哪个国家 好 那这边的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那我们知道呢 United States的是美国 对不对 across呢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片集 片集呢 美国的87所动物园 87家动物园 跟Santa Barbara这家动物园 加起来总共有88个 对不对 Hope to become 好 他们希望能够去做这件事情 Hope to come 好 这边呢 有个片语 各位这片语可能要记一下了 叫come to once rescue 那这rescue在这边呢 当作名词来解释 它的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解救 或者是所谓的帮助 甚至救援 好 都可以 好 来救援谁 来解救谁 或者是来帮助什么人 come to once rescue 这边呢 用一个所有格 所以呢 这几家动物园呢 他们希望能够 come to their rescue 好 这个their 当然指的就是大猩猩的 大猩猩的什么呢 来救救这些大猩猩 不要让这些大猩猩 在我们这个世纪 毁在人类的手里头 好 接下来他说 they are running the program that highlights this connection between cotton and the gorillas they are running the program 好 他们正在执行一个计划 那这个run这个字 在这边注意哦 不要把它当成 所谓的跑步的跑 当成跑步的话 它是一个 不急误动词 这边呢 当作我们就把它翻成一个 叫执行一项计划的执行 那我们知道这个run这个字 所以这个run如果当作 基乎动词的时候呢 我们中文除了可以当作 执行之外 我们还可以当作 所谓的经营 那就是run a bookstore 经营了一家数据 好 所以呢 他们现在呢 正在执行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呢 好 这边一个子具 用来说明前面这个program 这个计划呢 highlights 然后那这个highlights呢 我们知道 从我们这些字的 字面上的意思呢 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high就是高的意思 light就是光 我们说在舞台上 表演的那个主角 通常呢 它是美光灯的聚集的所在 所以呢 这个highlight呢 我们这个中文 我们就可以把它翻成 所谓的凸显出来 把什么东西 我们把光打在 那个东西的身上 大家的注意力 就会往那个地方去 所以highlights 我们这边可以把它翻成 所谓的凸显 好 他们呢 这个计划的目的呢 就是要凸显这种关联 这种关系 什么东西 两者之间的关系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and b 这边我们做个整理 the connection 介细词用between a and b 在a与b之间的关联 也就是说coton 这个物质 跟gorillas 大猩猩之间的 这个关联性呢 他要利用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执行这个计划 来把它给凸显出来 好 接下来 they educate people to recycle their old cell phones hoping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cotton 那说呢 they 这个指的就是 那些动物园的经营者 这动物园的主事者呢 他们教育人们 去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recycle 来回收他们的旧手机 hoping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cotton 好那这边特别要注意到了 hoping 这边答案应该都很熟了 它有个动词 叫ng 这个东西 我们中文呢 就是文法上 我们把它叫做 所谓的分词 购句 那这边的hoping 有没有 其实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 它其实就是怎么样呢 它就是等于 and hope 的意思 那为了呢 为了要避免呢 一直重复使用连接词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结构 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分词购句 因为它不是被希望 而是希望去做这件事 好 他们希望去做什么事情呢 to reduce 来降低 the demand for 刚刚已经提过了 什么东西的需求 他们想要去降低这个 coton 这个元素的需求 好 最后一句 我们看一下 they refurbished the collected old cell phones for the resell and used the money to support rescue projects for the derillers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他们呢 refurbished 这个字我们之前提过了 也就是整心 把什么东西呢 整理 变成 看起来像 新的 一样的 就是翻修 还可以使用的 refurbished 他们呢 把这些收集而来的 collected 这个collect 原本就是收集的意思 那我们这边呢 看一下collect 好 它是一个集物动词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收集 所以呢 我们呢 从这些大众那边 所收集来的旧手机 所以这边是个过去分词 当作形容词来看 收集而来的这些旧手机呢 把它呢 重新整修之后呢 把它来干什么呢 for resell 就是重新再拿来出售 再一次的贩售 再一次的出售 那卖出去的就有赚到钱 对不对 and use the money 把这个赚来的钱呢 用来干什么呢 to support 来支持呢 rescue project rescue project 这两个字要把它放在一起 它的意思呢 那就是拯救的计划 拯救什么的计划呢 当然是这一课的主角 就是我们非洲的大猩猩 for the guerrillas 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呢 就讲解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